我想我們就準時的開始 感謝今天這個連假的第一 明天連假的 不是連假第一天 接下來的連假 大家太多冷的天氣還參加今天的節目 那今天要講的主要是年金的議題 待會兒陸陸續續會有朋友下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議題少人討論也蠻好的 因為這個議題你說複雜它沒有複雜 過去一陣子有注意年金新聞請舉手一下 都注意 表示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重要所以可以講得更讓大家聽得懂 然後讓大家能多知道說 那這麼重要的事情我們要怎麼講 今天其實討論這個議題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年輕感覺絕對是重要的這支議程 不要不要重要這支議程 那所以剛剛大家的一些質疑 或者一些比如說焦慮 都是要非常清楚的 要談清楚的 我覺得接下來可能年輕感覺都會碰到一些壓力 那我先做兩個影片 第一個 第一次來折舞的請舉手一下 不錯 每一次都有第一次來 希望大家接下來每個禮拜五晚上都有折舞 所以歡迎大家多多來折舞 跟大家一起交流 第二次來折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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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這次年輕會失敗 感覺會失敗 你舉手一下 好 那跟著好好地談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三個 今天邀請到三位主獎者 第一位是白正憲 白正憲 白正憲是大同公司 公會的前進行長 然後要去找理事 那當然他現在是大同公司 七一公會的部位 他對這個議題的了解非常地澄測 包括剛剛提到的 年輕人 這個制度如果是一個 世代者互助的制度 那你如何在這個制度裡面 取得平衡 我覺得這部位 主要主席 因為他也是老真的主席 不然就行 他有非常多經病的見解吧 第二位是 應該是折舞的乘客 阿伯 那個張公毅 那張公毅他是 是名作家 有沒有聽過抨世代 你聽過嗎 作者之一 那另外一個作者在後面 用衣服蓋這個 洪青書 那阿伯 張公毅他 當然 對年輕這個議題 讓也有很多很多的 他自己的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見解 那第三位是我們 台南西亞的 吳伊寅 然後他是青年的臨床工作者 這句子裡寫 對不對 我唸一下 他有說 認為年輕應該是一個保障勞工的設計 或現在的工業都做不到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提問 是很值得挑問 為什麼這次的改革給人這樣的一個感覺 或者說他結果真的會變成這樣子嗎 好 那接著我們就把 三個 一個是不同世代 三個不同世代的 好 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來談出年輕改革 然後每一個人 第一個有十分鐘 然後他去講說 他對年輕改革 以及說 剛剛聽到剛剛基督介紹的時候 有一些想像 好 那我們就好好的來談今天的議題 到底這個年輕是你的 我的 他的 他的 我們年輕的改革 該怎麼樣來對話 該怎麼樣來做選擇 好 那我們就先請 凡山縣 跟柳柳出席 好 好 來 請 坐著講 好 來 大概我是 超多月的社會 在床 我先示範一下 大概是 民國七十八年 大龍工會的理事長 當然 公公會都是公會的經理 直到 還有勞工業中的經理 到今天 對於這個年輕這個議題 那我跟導致一樣多數都 研究了很久 那我本身最重要是實務經驗 只有今天跟大家談太多理論 我希望說很多化法力可以減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是很輕輕 就從最簡單的開始開始 那稍微了解的 也可以說再複集一下 那最主要為什麼會有做年輕的開始 各位曉得這個其實都是外國人發明 台灣沒有這種本情 不知道為什麼 一般 那麼 老年年輕 就是說老年年輕 你退休以後 還有每個業有一筆固定的收入 那一般 外國就叫做老年經濟安全 就是我 我退休的時候應該沒有什麼 但是呢 那個國家的強制性的制度 讓我每個人也來都領到一筆錢 讓你養老 那他們叫做老年經濟安全的意思就是說 安全的禮拜 就是讓你一個合理的基本生活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聽到有一些說 啊我拿到年輕啊 不夠 不夠養老啊 或者不夠養病啊 不夠養兒女啊 不夠亡物代 那大概都不是老年年輕的目的 老年年輕就是給你的退休生活 那個基本合理的需要 就是這麼簡單的而已 不是要擴充到你的在職所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兩個欺負 你的在職所得 各是你的退休者 是兩本事 那為什麼其實嚴格來講 這個老年所得 就是各位的當期所得 拿一部分拿到分量給你 假設各位有參加勞保 工法 或者工人也給有任何武器的刺繩 有刺繳 退休武器的刺繩 這些都是 原來都是屬於你的薪資的部分 但是為了把你老年人沒有錢啊 那這怎麼辦 那國家要不服 所以國家的設計 跟支付說 那我把你的當期所得的一部分 扣下來 等你老年的時候 在每個月給你定期的一筆金 那這個叫做老年金 或者叫退休年金 那用意是這樣子來的 其實那個都是 比如說 比如說我是勞工 那我被扣了錢 被扣了錢 其實就是你的當期所得 大家聊的意思嗎 所以大家也不要很 那有些公務人員 去進攻假說 未來還是要得那麼多 其實那就表示你當期所得的減少 老外設計 就是這一套支付的目的 不是說讓你以後過得很好 他是希望你當期所得的高率 那未來只要安全就好 那你當期所得 你如果覺得未來還很重要 你就自己留一部分 你要投資也要儲蓄啊 然後你到以後想過怎麼樣的生活 去加強你的未來生活 所以這個跟大家要先提清 那這個 跟我們 我們為什麼老外會這種想法 就是跟他們生活現在一樣的關係 再說各位 那譬如說 老外高中畢業 他就把他當做成年了 他就要自己負責自己的生活 不管要求協要就業 那一般家長就認為 我的義務已經盡了 你個世紀有很多人都把小孩子都要理掉出來 那他獨立生活 那我們台灣不是這樣 我們台灣大學畢業 還是我家小朋友 我家小朋友 對不對 你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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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你問他說 啊你 像那個 我們太豪發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訪問很多家長 你們家小朋友 我們在裡面做什麼什麼 我家小朋友在裡面 怎樣怎樣怎樣 大學畢業或者大學 舊學大學畢業 說是班 國是班 還在小朋友 或我家小朋友 老外不是這樣想 所以老外 他就是你獨立生活 然後你獨立生活以後 從高中以後就要獨立生活 獨立生活以後 所以說 表示你喔 表示喔 家長不在照顧你 那你自己要照顧自己 那家長也不需要你照顧 那家長為什麼不需要你照顧 家長就是他有逃眠人機的設計 對不對 他們就是 你小孩子以後 就是自己去外面生活 那他有這筆錢 這樣的一個 一個 讓國家運作更順暢 就開始推引到全世界 大家都相信 大家都相信 就說喔 原來老外人不需要小孩子 像我父親 他是家庭主婦 以前 那個 有證件說 有老婆零錢三千塊 他不相信 我也沒 我也沒假剩 他沒有什麼的 他沒假剩 可以也給我三千塊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我說你沒有繳稅 你兩隻小孩子都有繳稅 國家就是要照顧你 後來他收到了 喔 這比夫嫌到他媽媽 這比夫嫌到我 本來不相信 喔 後來啊 他 那個存責 存責 那個戶頭 不是要送給政府 政府就每天 三千塊給他 他一定能出來用 那怎麼不可以 他一刷 一刷 那三千塊一刷 然後他這個三千塊 他自己不用 這個就是 就是國家設計這樣的制度 讓每個人的老年 都有一個基本安定的來收入來引 但這個來引 不是要讓你做得非常丟利 所以你現在就談到了 我們 我跟大家講快一點 好 大家也就有基本觀念以後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跟每個人都在那邊 要下山路 那時候 我們就有 那時候 要下山路 要下山路 到那邊 兩千塊 要下山路 要下山路 支出的錢,有些人已經達到條件,剩下的基金 那你們一直聽到擴產,擴產說,比如說,大保保基金 退土基金,金工教退土基金,老保保基金都要擴產 這個意思就是說,他收進來的錢,減支出的錢 然後基金就變成零件,甚至於變成零件的關係還一直往復的走 我們來示範一下,那一般來講,這一種基金的收入從哪裡來 我們每個月角度保護,然後政府幫忙負擔一層 像然後固水幫忙負擔七層,然後溫養成,政府負擔一層 收入就從這邊來,那另外,如果政府 大方一點,然後還有,從這個收入裡面提拖一層 進去,就是撥補,政府的計算,那資金就從每個月的錢 大家每個月已經達到條件,那基金一盒就是看他剩下的錢 所以它的擴產就是,基金一盒等一年,他剩稅一直往生 因為收入越來越少,那大家想,哦,年輕人越來越多 所以,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 收入越來越少,支付越來越多,把基金利用 就是所謂的負擔 但是,各位,我先給大家拿去嘛,社會保典不會負擔 大家畫一百個經,社會保典是個實證很負擔 一百多年來,我們都是超人家的,也沒有一個國家負擔 那我,那這跟大家等一下可以繼續考慮,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行星 社會保典不會負擔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講講,因為收入可以調整 收入可以調整,收入可以調整,對不對 你說老保匯率要從限定的128-18%,匯率可以增加 國家也有郭福啊,他現在說,也叫郭福200億 那支出呢,支出也可以減少啊,支出 像現在金工教說,啊,他所得的力量又太高了 我們就把他所得的力量降低 他說他平均每個月打個錢不公平 最後一個月算,有沒有,最後15年 最高所得就算,這個都會降低支出嘛 那各位想想看,收入可以增加,支出可以減少 這個怎麼會扩展呢? 全世界都這樣調整 所以有人說改革齁,其實講的太好聽了 其他的國家齁,這個叫做年金的調整啊 就是怎麼讓收入增加,支出怎麼減少 啊,支出覺得打一個最無效的 把你的推行業務墊後 本來,老公是65,已經現金要年到65 那金工教,當漢人也要年到這 他機能有特別的處理 那工教大概也跑不掉 那有一些要意外的,就是警察、校方門 有這些特別危險的工作 這些以外的,那麼,推行業務要運動 所以現在大家在緊張的是什麼? 我收入會增加角多 怎樣?這個角多嗎? 那這個會比不少 現在大家在緊張的嘛 角多嘛對不對? 你說我越來的稅率越來越高 那我就繳得越來越多 那支出越少就是什麼? 我越來越晚零啊 那我每個月零的錢越來越少 那這樣子這個基金才可以不會零嘛 就是不會破損 大家甘心的是,角多零少 然後這裡零少的顧問還包括你延後零 大概就是待機這個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沒有關心啊 你角多你也是零多啊 這年輕人在這裡喔 為什麼角多零多呢? 因為喔,社會保險 他的這個財務的設計喔 叫做水收水壺 就收入的名字是什麼? 基金本來就是零的啦 但是呢 為了這個周轉使用 這個有一部叫做安全準備 安全準備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你收入支出 沒有要多多後嘛 有時候收入多一點 有時候支出多一點 那這裡就是一個調節的 我們叫收納準備 或者是安全準備 或者叫部門準備 基金在這裡 那這裡越少呢 各位講一下 這裡越少的話 是這兩個 可以平衡的 這個財務都沒問題 所以大家會不會想 奇怪耶 那為什麼全世界的社會保險 都不會破產 就是說 你現在用數學來講 這個可以增加 這個可以減少 那怎麼會破產呢? 那當然說可能抗季 這個沒辦法增加 那這個呢 也沒辦法減少 這個不用擔心 沒有一個國家調整不過來 你再去 大馬路去抗議 政府會不會改不可 不會改不可 但是你會不會講 我講我很多理很少 也不會啊 那因為時間關係 人家有直接 大家有疑問 我們再接著跟大家來討論 那我的總結就是說 社會保險 德國 美國是100多年 不會破產 台灣的老保元幾十年 也不會破產 以後 也不會破產 那可不可以調整 當然可以調整 這個制度本身就是可調整的制度 可調整 大家要心裡準備 你參與這個制度就是 可以調整 過去可以調整 現在也可以調整 未來也可以調整 但是 因為他的財務是 隨收隨入製 所以你放100% 你繳的錢 跟你未來 拿回來的錢 相比 你會拿回來 只是說 你跟上一代比 也許他是三倍 你只有2.5倍 兩倍 你知道嗎 他拿回來錢 是他繳的錢的 三倍 或者四倍 你只能量2.5倍 二倍 你拿回來比上一代 是相對的少 但是絕對不會比你繳的錢還少 這一點 那個制度就是這樣 一直運作 一直運作 所以 大家就很放心的 會不會說 沒有通過 或者說真的改變不了 也不會啦 你想一下 你當國家的 功能也好 你當這個基金的一分子也好 你都不可能讓這個破產 對不對 不可能破產 這樣的一個公司 全民健保最保險的 你看那個 他最內行 你說全民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康保全民健保 會不會破產 不會啦 真的錢不夠 我們收入就增加一點 然後支出 對不對 就已經負責負擔 也可以增加一點 所以他很多收入 支出也可以調整 所以就想到 全民健康保險 會不會讓他破產 我跟你講 他支出來破產 那些公司 就下台了 所以大家要放棄 那全民健保的基金 移留在多少 就是在安捷準備在多少 一個月到三個月 他是夠了就好 那大家 這個越多的話 你表示什麼呢 這個不便的話 你就是可支出 這個越少 這個越少的話 這兩個就會 對不對 各位就想想看 這個越少 的話 收入如果不便 收入不便 你收入不便 你收入就不用那麼多了 大家瞭解你的意思嗎 你就用公司 就是說這個不便 這兩個會有一個 這個越少的話 這兩個就會有 越有效的應用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台灣 越鼓勵這個 越鬥越好 他們拿去掃股票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這麼簡單的 大家有信心 這樣再吵吵鬧鬧 這麼久會過去 那我們也都會 享受到這個支付的好處 這個一推下去 沒有退入 沒有退入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往後走 也不會讓他破產 但是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影響 那大家有興趣 你再怎麼影響 你還是受益的人 好 我簡單先報告一下 謝謝 我們謝謝這個主席 先用這個數學公司 跟大家剖析一下 其實所有的社會保險 都長個樣子 這個保險是一樣的 那當然 這個數學公司 其實主席這個公司 這邊叫做現金有量 所以你盯緊現金有量的話 基本上 這個制度應該就 應該還可以有樂觀的 比較樂觀的部分 不過 的確 主席這樣的說法 外界會認為說 是不是過度樂觀 是不是 暴循 不暴憂 因為譬如說 支出 支出的影響支出的結構 譬如說 最直接的 台灣人口頭話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接下來 我們就請封毅 我請封毅 來跟大家 繼續的 不同世代 不同的觀點 然後來講 這個年紀的議題 不過在封毅講以前 我還是要做一個 小講 因為剛剛主席提到健保 我就忍不住想 因為我要做一個問題這樣 來 又看完 古年 健保 將軍開 多少錢 支出多少錢 健保 一年 六千億 答對了 六千億 很多人 我們都是健保的被保險人 我們都是利害關係人 健保一年的支出 大概就去年應該是超過六千億 因為六千億應該是2015年的數字 那它會有成長 所以一定是超過六千億 那六千億 我是準備一個月 我是準備一個月 那給我倒了嗎 沒倒了 好 一個人沒倒了 好 好 剛才主席其實有 談到這個公司 那 但是呢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年紀改革 其實大家都會出現一個字 叫做 不正義 不正義呢 其實有兩個軸線 我們來看 如果你用重軸的話 有的就是適當不正義 重軸意思是年紀大 年紀輕 重軸 當然 大家就說 那意思是說 對年紀很公平 啊 橫軸的不正義呢 當然認為說 是職業別 因為台灣是比較特別的 台灣是一個 職業別的這個保險 是分歷史的 這是過去的歷史年數留下來的 所以呢 它有職業 譬如說呢 不同的職業之間的 對 彼此之間的不正義 但是呢 其實呢 呃 我個人認為 其實 歸結起來 齁 其實齁 都是適當不正義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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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其實呢 呃 我們現在姑且不要去論職業 呃 我們來看年紀 好了 像剛剛主持說的 這個 你收的保費的人 然後就支出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他等於是 現在的年輕人 他必須要犧牲 他的薪資的所得的一部分 支付給現在的老年人 跟你自己根本沒有關係 有人說 有人說 我腳很多 所以未來我要贏很多 我完全 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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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這跟 跟健保一樣 健保的運營 搭到六千億 其實 你這個月角的健保費 在那個月就被花光 是不是不好意思 這樣 對啊 其實 我們的退休制度呢 也是一樣 你這個月角的保費 嚴格來說 在那個月就被老年了 花掉 所以呢 呃 不管你的退休保障 每個國家的退休保障制度 有可能是用 社會保險 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有可能 不用社會保險 他是用稅收 他是用稅收 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去採用 這兩種方式的 任何一種方式 其實 即使你是用稅收 大家說 我年輕的時候 不用繳任何的錢 我老年了 我就給你你錢 我就夠了 其實也不對 其實你即使用稅收 都是一樣 都是當期的年輕人 付給你的 因為那個稅 也是當前 當 當期的勞動 有所得的 不管是那個所得 有可能是行資所得 有一個資本所得 有一個資本所得 他是政府的所得 所以 你要有一個來說 一個人呢 的 養老 的 待遇 當期的老人 他的老年生活 可以獲得 什麼樣的待遇 其實是跟 當期的 那個時期的 年輕人 或是說 那個時期的 經濟活動 好了 來支撐的 我們再舉個極端的例子 好 有人說 好啊 那如果這個社會 養老都靠自己 都靠自己 沒有 國家也沒有 所以說 國家沒有保險 什麼完全都沒有 都靠自己 這個時候 我們來想想看 其實 其實 即使是這樣 你誤以為 你年輕的時候 存錢 買房子 買黃金 然後呢 你覺得那些 你個人努力 可以來 照顧你老爺的生活 那也是假的 為什麼 簡單的說 有人說 好啊 我年輕的時候 買一棟房子 我把所有 我所有賺的錢 我全部去買房子 然後呢 我老了又靠那個房子 吃飯 請問那個房子 那個磚頭 可以吃嗎 你一天三餐 是不是還要吃飯 買便當 請問那個貨幣從哪裡來 你會說 我有那棟房子 我租了家 好 問題來了 請問那個租金的水準 是不是決定於 當起那個時候的 年輕人 創造出來的經濟活動 簡單的說 如果那個時候 台灣的經濟崩潰 那房子沒有人租的時候 請問你有一個月 可以租到一千塊嗎 也是不行的 或是說 你的房子可以租到 一月二十萬 那可能是 那個時候的年輕人 經濟活動 好 那你說 那我不要買房子 我存了一千塊 我放銀行 可是你想想看 銀行也是一樣 你現在存了一千塊 如果那個時候的 經濟狀況不搞 有可能是貨幣貶值 牛肉麵一碗變一萬塊 有沒有可能 可能 或是說 你說你存利息 那是不是有可能 比銀行的利息 變成負的利息 如果經濟狀況真的很糟糕 那當然 這個是 所以他 好 那你說那裡去餐廳吃飯 那如果說 那時候物價高漲 或是那時候的薪資 非常的高 所以造成這個的話 那你 我剛才說 牛肉麵一碗變一萬塊 那你損一千塊 有用嗎 所以 其實 你都要轉換成一種貨幣去 所以 你說用 我們現在很多人去想像 就是說 那你用 更不要說 其實你現在繳的 不管是 勞保 或是 這個 公保 或是 公教退伏 其實 這些錢 都是當時的年輕人 不能花掉 跟你 儲蓄完全沒有關係 那 這也是對的啊 這也是對的啊 因為 我們 我剛才說 如果 我們的 養老是要用 我們各的儲蓄方式的話 那風險太大了 我今天 我年輕的時候 我要工作 40年以後 才會退休 這個中間所遭遇到的 貨幣貶值 經濟什麼 那個風險都太高了 你幹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 退休保障 規矩到底 其實都是 當期的 年輕人 創造出來的經濟成果 來 讓你度過退休生活 有太多 譬如說 我們這次來 有很多公務人 說 我一個月繳六千塊 所以 我可以領那麼多 你們勞工一個月 繳多少錢 你們怎麼可以跟我比 這個是最常見 那我要跟你說 其實 那一公務人一個月繳練 你很快 我跟你說 都白講 他還說 其實 以現在的 1995年以後的 退伏薪資 因為1995年以後的 公務人員 才要開始 繳退伏基金 就開始要繳錢 1995年以前的公務人員 完全不用繳任何的錢 他退休以後 就可以拿到恩情 次的牆 那叫救治 那救治的這個部分 公雷的救治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公雷 有救治的年資 那部分 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用政府的預算 因為現在的 退休公務人員 有人如果是 舊治的年資 20年 新治的10年 然後退休了以後 看分開 所以1995年 你的年資 都是這裏有預算來填 那個填補 那個填補是非常可怕的 那個洞 我近年看年改會的資料 就說 那個洞呢 還要六兆才填得完 六兆 納稅的東西 好 那我剛才說 一個繳六兆的 就是現在新的公務人員 新制的這個部分 從去年開始 繳的錢已經 領的錢 已經比繳的錢還要多了 那 其實你說新的公務人員 一個月繳五、六千 其實你繳的錢 是給現在 退休的人花掉 對呀 根本不是你自己的那個 那 那 我覺得那個繳六兆 有時候是很幽默 因為齁 因為 你為什麼要繳那麼多 因為你那個退休保障實在是 太高 太不合理了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其實齁 其實齁 你根本不需要 因為整個 呃 我們常常齁 我在回國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那個 因為台灣現在是職業別的保險 職業別的保險 有人說啊 那我什麼 呃 腳多什麼 怎麼樣 待遇 可以領多少 比說可以領多少 都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 你說工務人員 他會說啊 那我可以 因為我繳很多期 都沒有意義的 然後呢 其實都應該是比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呢 是一個職業別的 一個自己的一個體系 那 每個體系呢 他所能夠提供的 每一年的年所的替代率 才是重要的 才能不能撐得起 像勞工的話 每一年的話 是可以拿到 1.55%的替代率 意思是說 如果你工作40年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 62%左右的替代率 那你拿到62% 意思是說你老了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 你薪資平均的62% 那其實就是 那個時候的 年輕人給你的嘛 所以他一定是 會 會 用這個公司去 估算書 按照目前的 繳費的人數 跟領錢的 他取得一個 那我這個1.55% 每年1.55% 可不可以撐得過去 按照這個人口 估算或是薪資 他很可能的 那如果不行 他就會怎樣 是這樣子 所以 那個是很自然的狀況之下 他就去估算出來 不行 那就1.55% 如果是要嫁 或是說 我可以再多 或是說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愈不愈繳更多 這是一個政治 這是一個 世代承諾 同樣的 以公務人員的 退土薪資 他們現在是 這個 平年是2% 所以 期待率 2% 對不對 30% 那到底 公務人員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撐得起 那個2%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喔 退伍姓一開始 根本就撐不起百分之 根本撐不起 所以他現在費率 要即使已經提到 12%這麼高的 費率了喔 而且他預期 聽 根據 他從1995年開始到現在 現在就已經財富要付了 然後 他們預估說 他們內部 這我看你很趕快知道 他們預估說 如果要達到 30%的費率 才撐得起這 30%的 起效 年輕人的 公務人員的吸水 30% 要去 繳這個 給當期的老人 那你現在的年輕人 這消費能力怎麼辦 所以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如果我們現在的 在各個職業點的話 這個職業點 最起碼 在這個職業點 的一個體系 內部 要做到 這個自己的平衡 勞工的 先把它調整 我們叫其他職業點 這樣子 才有可能再進一步往下走 那 公務人員在這 為很多的 後面就是說 因為它 事實上這個體系 能夠撐得起來 因素是用大量的稅收 去撐出來 如果政府沒有 用 我剛才說 光是新製的 年是1995年開始 差不多才20年而已 就現在已經撐不下去了 然後叫現在的公務人員 要繳百分之三十 欸 真像人家嬉笑 絕對不能這樣子 這對現在的一切 很公平 所以 所以我剛才講的 剛才那個 那如果你要照這樣來看 我們的退休生活 都是用 退休生活 就是用當期的 退休年輕人的 這一個 經濟狀況 來去照顧的情況 才是如此的 那你要讓現在的年輕人 要這個薪水 百分之三十 來支付給現在的退休老人嗎 這個 也說不太 也說不太過去啦 所以呢 這個是 我覺得 我們這次年輕改變 最起碼 最起碼你在目前 這個 各個職業別分立的狀況之下 你最起碼在各職業別的部分 要先做到 我剛才說的 各自的 這個 不管是 就保險的這個 目前都是保險制 保險的一個紀律 這個才有可能再往下去 才會往下再走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人在說 是不是要整合的問題 那才會往下 好 好 一些封譯 封譯 點出一個議題 就是 世代 好 我回到這個公式 世代在這個公式裡面 會呈現出什麼議題 支出是一個世代 收入是一個世代 這兩個世代之間的付助 是這個制度的核心 OK 發明這個制度 一百多年前到現在 它都是核心 一直都是核心 因為就是當期付錢的人 來怎麼樣 來支付領的人 當期領的人 就好像健保 如果你繳了一年的費用 你都不用看醫生 那把走我撥筆 你應該限限卸筆 為什麼 因為你在輔助 需要看醫生的人 你在輔助別人 需要的人 這就是這個制度的核心 那這個核心 當它 就如同剛風雨所說的 當它出現這個世代的議題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 那怎麼樣來做 那在我請這個 這個 你聽著講以前 我還是要停一下 因為剛風雨提到一個 這個二的所得提灘 那個年金解副利 對不對 這二嘛 退伏 那老公是多少 1.55 1.55 請問你們有沒有買過保險 你們在市場上面 有沒有 有辦法找到 你每滿 每幾 付滿一年 你就給你1.55 年金解副利的保險 來得到嗎 現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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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3 1.2 1.1 1.1都沒有 1.1都沒有 1.1有到保險 保證檔 我賣給我保險 我知道 ok好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議題是講說 基本上 這個解副利 其實是 我們要去面對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停 既然共有議題 他留不同 世代 那我們就請另外一個世代的 好 來 來討論這個議題 謝謝各位 其實 我是一個臨床工作者 那所以我在了解這個 年金的議題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從健保 作為一個出發點 去想像這個東西的 那我覺得健保跟年金一樣 其實它都是一個共同的概念 在 就是在我是一個臨床工作人員的時候 大家只要以為 因為我做的是胸腔內科 那 就從他如果知道胸腔內科的時候 他就說 啊健保都是免花掉的 那 因為我 呼吸器 那 呼吸器是僅次於 洗腎病患的 健保支出第二大宗 那剛剛有提到說 健保就是在 就是大概一年 那大家知道 台灣的年稅收大概有 稅入大概有多少 對 差不多是兩兆 那就是 大家剛剛有提到說 欸 這個洞要六兆 我想說 哇 你要三年的稅收 而且都沒有使用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洞 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這個想像 在這個健保的共同體裡面 就是年金的共同體裡面 那你都會 試著找出一個戰犯 然後這樣 這樣可以比較快速的解決問題 那 我覺得這可能是 人之常情 那是一個最短的路 那 在年金證裡面 比如說 跟金證啊 然後或者是說 就是這個 之種的不同 由於 我可能在 我又有這個女性的身份 那我第一次想到的是 欸 那家庭主婦怎麼辦 就是這種 非典型的勞動 或者說 在現在的 新極制度之中 或者說 我們認為它 有沒有價值的 這個 就是 這個東西的價值怎麼算 這些勞動之中 就是戰力主婦它當然 也是一種勞動啊 但是它並沒有被 被 它並沒有跟補助 它並沒有達到某一種心思 所以它沒有辦法 就是它在這個保險裡面 它是一個 相對 弱勢的一個狀態 那 在我這個世代裡面 可能這種非典型的勞動 比如說 承爛 或者是說 這種 就是外包 就是醫院很常見的嘛 就是清潔溝 或傳送 這種一個外包 那 在這樣的 就是這種裡面 這些 就是這些人 他們如何獲得 好的年紀的保障 這樣子 那 這其實是剛剛 各位也知道的 這種世代的 就是 子種之間的不同 這樣子 的一個不正義 那 嗯 但這個是 這個就是剛剛 理事長提到的 這個 公式是可以 被動態的調整的 問題是 這裡面的人口結構 也不只不然在改變 就是未來的人口結構之中 當然它的 清潔溝 就是以台灣現在 以為的出生率來說 就是這個 清潔溝的這個老婆可能 會越來越少 那我另外一個想到的是 就是 呃 大家好像 就是在這個討論裡面 大家都 大家對經濟活動的 這個想像 呃 好像都還停留在 就是 並沒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 大家覺得它是很大的 伴侶特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因子 也許是難免很大的 因為 就是這個自動化 跟機械的 就是它可能取代 非常多的勞力 那也許是勞工的人口 會騙的非常非常的少 許多重複的工作 可能是 全部為多機器師 來執行 那也許 到時候 剩下的勞工人數 會變得可憐更少 那這個東西 它應該有調整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 呃 你說正式工作者也好 或者說是一個年輕人也好 在我們 懷疑我們 呃也許 找了很多 找時間長 可是我們 也許我們領到的錢 比 上個時代 或者說 也許我們可能根本領不到 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 就是經濟模活動 是不是可能改變 那 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說到時候 呃 我們連現 現有的 就是勞工連現有的工作 可能都沒有的時候 那我就可能是稱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算是 算是 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就我覺得大概是 我在研究這個議題之中 感到這個 世代上的一個 被相對有多果果感 這樣子 嗯 然後 就這樣 好 我都在體會 嗯 謝謝 我們謝謝 那個議員的 分享 呃 我先給大家 一個資訊 然後接下來的 下一輪就是 呃 再回談 所以 劉儀你還是要第一個講 哈哈 好 呃 然後 年輕的方案 大家知道嗎 大概有三個方向 知道哪三個方向嗎 這一次的 保分會提高 對不對 好 保分會提高到 呃 可能兩個加起來 呃 基本上是 所謂的18 18% 對不對 但是兩個加起來 不超過20% 就是勞費薪資的部分 好 好 那是這一塊 收入的這一塊 它影響是收入的這一塊 好 那當然 呃 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說 你讓保費提高的速度快一點 它也會影響收入的部分 好 那第二個影響 第二個方案是什麼 影響支出的部分 是什麼 現在限制 限制 勞保的平均投保薪資是怎麼計算的 最高又10個月嗎 好 最高又10個月 那將來 方案裡面提出一個什麼 最高多少 最高多少年了 15年嗎 好 所以它影響的是支出 好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平均下來 它的支出就會怎麼樣 下降 因為你 你的可有裡面 好 你不太可能一生都是 人生生利主 45800 一路到底 好 好 那當然 現在一定會起起伏伏 以前勞保就職是最後三年 最後三年 對我們這種中年大叔 是很大的危機 因為我們中年失業下來 是掉下來 懂為什麼 後來因為2009年 這個拜託一定要了解 2009年勞保年金的話 才通過 所以14到現在 2017年才8年 好 才8年 以前 勞保是沒有年金的 老是沒有年金的 2009年以後才有 所以第一個方案就是 保費增加的 保費的增加 來充足這個收入 第二個方案是什麼 這個 平均投保薪資的計算 公務人員是 退休前一個月 那退休前一個月 是最高的 怎麼算是最高的 所以你在基層的公務員 有一個 不成文的人 我跟你講說 在我到退休的時候 主力是怎麼扭竿 為什麼 因為我馬上挑一級 好 那我退休以後 我領得更多了 那這當然是一個 將來制度我們去面對的 什麼樣的計算 才是合理的 是最高60個月 最高100個月 最高150個月 還是終身 有沒有國家用終身的 那我們可以來討論 當然另外一個方案就是 剛剛主席有提到的 每年挹注200億的收入 200億 錢從哪裡來 稅收嗎 好 稅收嗎對不對 其實200億到底夠不夠 200億是一個 從我的角度 政治的發言來說 這是一個誠意 因為 退休 金公交的部分已經撥補了 大概將近3000多億 那以前我 我是要這樣講說 當A制度 你採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策略 B制度 你沒有採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你要告訴我說 為什麼A你撥補了 B你不撥補 但是其實撥補都是從哪裡來的 還是從當期的 創造的經濟的稅收過來的 所以這三個方案是 這次勞保年金改革的主要方案 姑且不提談說 這幾個方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其實我們同意那天 有一位朋友他想說 很多的制度改革 都是在一個 感受到剛剛風一講的 那個 行業的不平 下的一個政治決定 下一個政治決定 譬如說 現在 米法院前面有八百壯士 其實八百壯士跟你有關 跟經濟的工人有關 八百壯士 我跟那天好他們 退休以後大概 有人領十一萬多 有人領十二萬多 你會不會想像說 退休以後領十二萬多的經濟 有人領十六萬 你平均八萬五的話 假設平均八萬五 這八百壯士一年領八億 你覺得這是個問題嗎 你會不會認為這是個問題 小問題 好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 我們回過頭來 又來挑釁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還是從 年輕的世代開始說 那面對 年輕的這一頭拉股的問題 剛剛點出的 包括說公事 現金流量的問題 風雨所提到的 時代的問題 以及現金的質疑 包括說 未來的工作不穩定 你繳費的人 繳的費用量也少 沒有能力繳費 或者他的薪水 甚至有另外一個 可能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工作變少 所謂的科技性失業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來 讓這個制度 維繫的一百多年制度 能夠繼續下去 然後保障你的老婆 經濟安全的這個 這是我們下一趴來討論的 那我們就 還是請年輕世代開始來講 謝謝 剛剛提到那個 八百中式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還是必須要回歸到 就是在這樣的一群 長輩人 就是長輩們 也覺得還是要 就是回歸到認識 就是剛剛理事長提到的 資金餘額或說 所謂的這個 這個年輕制其實是一個 給予最低保障的一個生活的 這個基礎 而不是 因為可能八萬或十一萬 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基礎 我是一個普通的老公 然後 對 那他們也覺得要重新有這樣的認識 那就是 那就是 當然離開那個 恩己知的那個 光環跟地益 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 然後 但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 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認知上的斷裂 對 對 那 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那是一個 世代中 非常 就是非常尖銳的矛盾點 這樣子 問題是 好像在現金融的這個 這個 這個衝突是非常激烈的 那至於就是說 提到那個 就是 就是保費的提高 那 就是這是一個解放嘛 但事實上就是 我剛剛 就是我必須說 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我覺得 勞工人口還是越來越少的啊 就是因為 自動化的關係 所以我懷疑 勞工人口是越來越少的 而我在我美國的推論裡面 如果勞工人口越來越少 那 你要維持這個 算式 或說這個制度 還能夠繼續去轉的話 那就是不斷動態調整 所以就會必須說 每個勞工必須要找的保費 就是 的那個 不斷的老公上大 問題是 這樣他們就是 一來他們就是 這些老公 但你說可能 假如我們預設 被取代的 被這些取代的 都是一些相對低層的 或者說 勞動的 就是 以勞動為主的 一些行業 也來講 或者說現在 對現在來講 可能相對上低薪 在現在的 薪資的幾部方式 相對低薪的一些 行業 來講 但其實一來是 這些人要幹嘛 就是 這些人空出來啦 那他們要幹嘛 另外一個社會問題 那 對於回到這個年金問題 就是說 那所謂高收入 或高所得 他們必須要請單更多人 那他們 願不願意 或說這群人 他們 能夠讓這個共同體 繼續運轉嗎 他會覺得 他也會有另外一種 因為我相對某種感 就是 我那麼努力 然後從現在可能就是獲得一個 看起來不錯 然後收入很好的工作 但我不只是負擔了我上一個世代的那個年金 那我還不去負擔我同一個世代沒有收入的那些人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東西就會陷入另外一個 就是他跟他上一個世代之間有衝突 他跟他這個世代其他人之間有多種矛盾 那這樣起來 這個 我覺得這個矛盾或跟衝突會越來越激烈這樣子 那另外一塊就是 依助 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另外一個方案是依助收入這個部分 問題是 我也不是很確定這個經濟活動事實 當期的經濟活動事實能夠保證 因為你說現在可以依助200億 那那個時候的經濟活動事實還能夠做這麼多 這我也是保持滿意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個體制中我覺得最大的衝突之一 就是 每一個人 就是認為在這個共同體裡面 他可能需要付出的跟他獲得都沒有一樣 即使是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的戰犯 或我們認為那些多拿的人 他們也還是覺得他們受得去 而這個 同樣的困難好像在健保裡面 我們也是常看到這樣子 這樣也是如何協調這些衝突 好像是已經很艱難 但是在畢竟的事情 其實那還是非常開心的 我結弱的問題 因為年輕人會減少 然後可能工作會減少 但是領的人 能夠老挖的問題還是持續的存在 那這個事情 到底要怎麼樣來面對 或者是說 他這個問題是否存在在這個制度 體系變成是一個最關鍵的變數 我覺得 待會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再一併提出來 那我們現在請方毅 剛才有提到一個問題 剛才說的 現在的年輕人低薪 然後也有可能工作不穩定 那這種狀況呢 在目前台灣是採取職業別的社會保險 情況之下 大家知道台灣還有另外一個制度 叫國民年金 就是沒有工作的人 也要繳錢 繳保費 我們現在不論現在制度 未來要怎麼改的 我們現在就看 目前這種架構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確實會發生 剛才說的 因為年輕時代低薪 或者工作不穩定 那他的繳費能力當然就低 繳費能力低 那最大的影響就是 這個老保的財務 他的推估會更嚴峻 他本來在 老保在少子女化的推估之下 年輕人越來越少 他就已經可以很容易推估出來 繳費的人越來越少 很簡單 這個從今年出生的人口 就可以去推估 20年以後 老保的財務了 因為20年以後 大概都是 就是出來就是工作人 工作人口 有多少人可以繳費 其實大概都可以 退估得出來 這很容易 我意思是20年前 其實老保就可以退估到 根據他今年的出生人口 大概20年以後 他的財務 那我剛才說的 那是人數的退估 但是如果再加上 因為工作部的低 再加上低薪 因為薪資如果投保薪資 本來老保局疫情 就是說年輕人 趕快投保薪資會到 譬如現在最低基本公司 最高4580年 如果大家都低薪 都是在上半塊以下 那老保的財務不是更差嗎 不過等於是 會比他的財務更嚴峻 或是工作不穩定 一下子有工作 一下子沒工作 一下子沒工作 一下子有老保 哇 那當成老保的財務 會更嚴峻 所以有更大的問題 怎麼辦 這個問題呢 當然啊 在這個狀況之下 可是如果這些人 如果他這些人 又繳不起國民年金 現在國民年金 有50%的人 已經繳的人沒繳 大概有兩三百萬的人 沒有繳過國民年金 但是他也繳不起國民年金 所以呢 就會有人來說 那是不是應該要用 稅收資來處理這個問題 就會引申出這個問題出來 那稅收 那稅從哪裡拿 有人就要開始 稅 稅呢 是親自所得者 叫的稅 稅 稅收 大家想說稅收最好 大家說平工不務可以拿錢 大家就 請問一下稅收是總統拿錢出來嗎 總統從他家裡搬錢出來嗎 不是啊 所以說也是所有的納稅人繳錢啊 那當然就要評分 那這個納稅人 這個人是什麼 稅錢 這是後續的這個問題 不過我剛才說的 確實工作貧窮 或是低薪 工作部的地位 會影響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影響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說 那當然就是動態調整 如果你這個 你這個給付那邊不調整的話 那你難道要叫現在的年輕人 甚至要搞到 用20%的這個費率 來去 那麼高的費率 調到20%嗎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你像他一個年輕人 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的勞保 未來可能 像這次年改方案 他現在 我們勞保的費率 現在是12% 他們的推廚認為 勞保要提高到 18% 才可以 甚至到20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 對於年輕 其實 這個對於年輕人的 當期的消費支出 非常大的影響 你本來我的薪資 可能只有12% 現在是10% 現在我10% 只能只有10% 去繳 繳給現在的退休人花 我100塊 我還要剩90塊 可以拿花 你現在要變成是 我現在100塊 只能剩80塊 我把20% 拿去給現在的老人花 那 這個 這本來就是一個社會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社會共識 就是社會上不同的 大家要彼此的承諾 大家要不要這樣子 那要體驗到這種 那從這個天秤之間 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所以呢 本來這個社會保險 就是一個社會團結 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我們說是一個黏著計 好 就是這樣的 健保就是這樣子撐出來的嘛 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健康啊 那因為 也有可能會有生重病的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都願意繳錢 給現在 生重病的人 不見得是老人喔 給生重病花掉 因為我也會 很有可能 會生重病 到時候 這個社會也會 這就是一種 大家的社會承諾 那這才是一個共同體 大家這樣 對啊 如果大家每個都想著說 喔 我今年的健保一次都沒看 所以我一定要去看十次 來老本 那這樣子 那有斗 那就 所以我覺得 社會保險 譬如說 那個 就是這個退休 在這邊 那這種東西 不是說 我們製造 世代 對立衝突 不是啊 這個 本來就是 就是 這整個社會 它就是要靠 這個不同的世代 要體認到這個年輕制度 它就是這樣子形成的 對啊 那 但是我看到一個風險 最近有危機就是說 我聽到 我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 有開始的故事 就是說 它有個新生 包括年輕的公務人 就是說 我現在不要繳 或者說 我現在呢 不要來弄這個社會保險 我現在繳的錢啊 全部變成我個人的儲蓄 我個人帳戶 現在有很多這種忽略 變成是個人帳戶 我現在每個月繳一千塊的那個退休 我就變成我的存款 我不要做這種世代的負責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我可能是非常大的危機 而且這個背後 事實上 是有金融財團在操控這個聯絡 那些資金的 那些基金管理公司 這些東西 配額多媒體 在操縱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對於台灣的這個 社會暖結 跟甚至台灣的退休資格保險 是一個非常大的 我覺得是很危機 包括公共的 所以 世代還是 這個問題的核心 跟你們講 所以大家要記得 世代這個議題 在我們討論的時候 要把當成這個核心 不管樂觀還是悲觀 世代絕對是 世代絕對是 那邊議題裡面討論的 一個核心的途中 不管是不同職業點也好 我相信 我從我的角度去看 居光照體系裡面的 世代上面的這個落差 會更大 會更可怕 當然這簽證到 過去制度設計的 好 我們再請主席來做 最後一 這件最後一趴的 那待會我們就要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剛才講的可能有些聽得 還是覺得 跟以前想的好像不太一樣 這就是最主要的 台灣是社會 不太有社會保險的觀念 我們存在的 大概都是商業保險 商業保險跟社會保險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最大的差別就是 社會保險 叫做 風險分擔 社會富足 世代企業 這個什麼意思 我用全民健康保險來講 各位都比較年輕的人 你 你發在醫療的費用 現在發到醫療的費用 絕對比你講的費用還少 你知道嗎 你講的很多 可是因為我們年輕比較健康 除非有些意外 不然你大概都用不了那麼多錢 那你這些錢跑到他年紀 跑到那些不健康的人 大概三分之二健康的人都少了 去幫助的人 三分之一 不健康的人 這個老年年紀也是一樣 短售的人去幫助的長售的人 對不對 他活了十年 八年我就過去了 結果他活了三十年四十年 他的錢都哪裡來 就是從你的這一部分去幫忙他 這就是社會保險 風險分擔 社會入住 為什麼叫世代企業呢 每一個人都了解這樣的制度 每一個人都了解說 大家為什麼會長這麼大 但是上一代也扶養你 所以上一代也扶養你多一點 還可以接受 在口外就是這樣 但是不能差太多了 他扶的稍微比有多一點 可以接受 那這樣一個大家有共同的認識 這個社會保險才可以運作 社會保險才可以運作 不然的話 商業保險 以商業保險的觀念 他的財務不是這種觀念 所以你問人家說 社會保險的財務是水收水戶資 大概我們台灣人老在推廣這個 他們都一直希望基金越多越好 這就是商業保險的觀念 肯定是強制足跡 你獎的錢 就存在這裡 那一貴來就領走 所以他為了要準備你隨時領走 他這裡要準備很多錢 他準備很多錢 就拿去炒股票 這就是商業保險的觀念 你們現在聽到 大概說 我們的基金收益太少 創造基金的收益 那個都錯誤的 社會保險基金越少越好 理論上就是領 所以叫做誰收誰戶 這邊領 理論 但實務上大概一個月到12個月 大概是這樣子 一個月到12個月什麼意思 全民建法如果一個月支出是500億的話 他這裡就是留500億 那法律規定是一到三個月 大概500億到1500億 就留這麼多錢 他也不會再增加 他再增加的意思就是 收入不用那麼多 收入不用那麼多 支出 那可以增加 他的受益可以增加 比如說有些智慧的人 就不用智慧 他可以用一個 智慧保險這樣一個很好的制度 結果在台灣被人家這樣汙染的 被人家聽起來都明明呼呼 那我們來講收入的部分 收入部分全世界 這個其實我們都比照世界 各國境去想就好 匯率大概是100% 不會再高 為什麼 你再高我剛剛講的 你未來拿那麼多錢幹什麼 你年紀老了 因為我要不要那麼多花 要不要那麼多 65歲的人 如果活到65歲 大概給我活20年來講 10年的時間都在跟醫院打交道 健康大概剩下10年 剩下10年都在討便 你都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 這邊收入的部分就是 你就是你 你100塊你大概就是最多 20%的費力是用在這邊 那支出的部分呢 那一樣嘛 健康公教為什麼被人家批評 潛世界也有一個差不多的標準 40個年資70%的時候 我都聽不懂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一個年資的年級忽略 大概是1.75% 1.75% 那你成立40年就是70% 那我們的健康公教這裡多少呢 不說百分之九十幾 我跟各位講超過百分之九十幾 為什麼 這個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他們要把保險跟他們退伍制度要加起來 他們有兩成啊 一個是保險 一個是退伍制度 他們現在講的都講退伍制度 他光是退伍制度 而且退伍制度用本工去整兩倍 本工整兩倍比大部分工人員的全息都要來得高 所以他倒算回來說 現在如果給他設定在百分之六十 其實也等於百分薪制的百分之七十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不是用潛心的 不像老保守說用潛心去算 他不用本工兩倍的 就這種奇怪的制度 所以 他如果再加上 保險 就是公務保護 教保 這些就是公務人員的保險 再加上去 還不止 還不止 還不止那個百分之九十幾 現在喔 還超過百分之百的 這樣就多多嚴重 這就是以前給他太好了 這樣講就對了 但是金工教他們也不用太高興 他們就是 這一比全國家的預算就是這麼多 你未來的給你多 就本身現在給你少 所以他們負責都完全搞分掉 你知道嗎 他們應該負責不說 啊那我現在 給我加薪錢 我要 金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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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務兵才能務得到兵嗎 對不對 公務人員你給他高 要請公務人員 不是請到更優秀的人 他負責應該是在此守得高 未來的守得 單單好就好了 或者他們的訴求是說 我現在刺激百分之三十五 就是百塊我繳三十塊 六十塊 三十五 工人刺繳三十五 然後國家的基底繳六十五 對不對 那以前是百分之百國家繳的 他們應該訴求什麼 百分之百國家繳的 為什麼 他的屋主是國家 國家給你薪水再統一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再提到那個退休基金 那乾脆直接就拿過去就好了 是不是 你懂我意思嗎 國家給你錢 然後再把你的錢拿百分之三十五過去 那我乾脆就直接百分之百過去那邊 那你百分之三十五不就是 如果不用過去 不是最後就加薪了嗎 他們訴求的方向 完全都搞錯掉 一直在講我未來你要那麼多錢 我有 孩子要養啊 還有房租貸款啊 我臉啊 我要錢看護啊 講那個都 那個是社會救助的問題 國外齁 一直降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不能增加 就是百分之二十嘛 就是匯率不能增加 然後國家預算也有限啊 國家也沒辦法不窮盡的 就被錢一直放在收入這邊啊 那怎麼辦 支出就是 一直降到現在四十個年之後 百分之五十幾而已喔 所得替代替啊 我就是拿一百塊退休就年五十幾塊這樣子 百分之五十幾 那有些人可以生我嗎 我跟各位講 大部分都可以生我 有些人特殊例外的 比如身體特別不好的 還有小孩子這樣 他的調部甚位救助 國家另外一個系統去處理這個 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啊 那這樣他們就是這樣子硬做 然後就是基金 就像我講的 剛剛好就好了 各位我再加大家再比一次 如果 我收入不變的話 大家想收入不變的話 基金如果越多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可以支出的錢也少 對不對 如果我支出不變 如果我支出不變 這個基金越多的話 表示我收入要越多 所以為什麼 台灣就是很奇怪 用一個商業保險的觀念 說啊基金一而越多 結果一而越多越好 就會發生收入不夠啦 或者支出要減少 結果造成這樣 台灣這種亂想 我們光是勞退薪制喔 勞部也有兩個制度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勞工保險 一個就是勞退薪制 勞退薪制 勞退薪制就強制除息制度 就是把現在的薪水 把你都放到你的帳戶裡面 這個叫強制除息 國家心有強制除息 你自己要除息 你也可以去除息 然後過了幾十年以後 你再到了60歲 你再把那個錢領回來 這種制度 因為這種制度 就會累積龐大的 龐大的這個基金喔 然後國家拿去炒股票 國家拿去炒股票 國家拿去炒股票 他說基金啊 這個地路不多啦 要提高利潤 這個都錯誤的觀念 都錯誤的觀念 所以我們要說 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未來大家一定會看到說 勞保大概也需要整合 就是保險跟 勞退薪制 也需要某種程度的整合 金公教也是一樣的 他的保險 他的退伍制度 他也是兩種啊 要整合去 其他的國家就是一種 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就是一種 那台灣就是很天才啊 這個不夠再加一個 然後呢 累積越來越多 其實勞國還好 勞國兩個制度加起來 40%的零支 大概有70% 那是金融家 如果兩個制度加起來 就差不多超過100% 為什麼剛剛講到 他們用本封的兩倍 去算那個退伍制度啊 所以這個很麻煩 你知道嗎 所以金公教他們 得去訴求 我們講他有一點 方向弄反 當然對退休的人來講 他想說 我們先去吃幾萬 那現在給我少了兩三萬 他很生氣啊 但是 他以前講說少嘛 你應該去鼓勵說 那我現在去給這現在職的 年輕的金公教 把那製繳的三十五 不用繳啦 國家地底繳 或者現職的金公教 把它調新 但是未來這個蜘蛛剛剛好就好 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把數學的方向弄對了 大家才會支持 剛剛講 職業別的差別 為什麼你金公教要接近百分之百 勞工這邊只要百分之六七十 為什麼 不是錢的關係 我們講所得替代率 因為你投保金額越高 金額當然越高 我們講所得替代率啊 為什麼你要接近百分之百 這邊只有百分之六七十 就職業別人不公平 對不對 大家想這很容易 啊四代的不公平 大家不需要有這種觀念 不需要 就叫四代企業啊 社會保險 大家不會主要跑出來的 就上一代跟我們這一代 然後我們這一代跟下一代 就是一個四代的企業 大家互相幫忙 互相把這個社會保險這樣撐住了 所以大家對這個有信心 不是 社會保險不是 不是 我們用空口在這邊講說 不會倒不會倒 實證 全世界的實證 這樣子的一定就下去 大家說改不了啊 會不會改不了 不可能 今天你認同一個證 老去當國家 政府之證 不會改不可啊 你收入 嚴小一次就出 啊國家又沒有這個 這個收入就是一個是費力嘛 那一個就是國家郭普嘛 啊金工就國家郭普很多 啊國家又說沒有這個錢不郭普啊 第一個有沒有錢 第二個縱使他有錢 是不是會排擠到其他弱勢的 社會福利的預算 對不對 你只有四五十萬人領一大筆錢 結果有其他一千多萬人 要需要照顧的人 沒有辦法錢 那你說這樣子 這個預算的排擠啊 就算國家有錢 這個預算的排擠是不公平的 所以規改不可 你認同一個政黨上台 都規改不可 那我剛剛跟剛剛講 為什麼說不會破綻 另外一個 社會保險可以精算 為什麼它可以精算 就是它是強制性的制度 你非人家不可 那種強制性的制度 它就可以去精算說 未來幾年的人口生育率 獲得死亡的人數啊 我們的平均一命啊 我們的勞動參與力 它各種參數下去精算以後 我們現在想說 喔 保安幾天就要破綻 哪一個保安什麼什麼時候要破綻 那你一精算的結果 這個沒辦法評論的話 都是幾年前就知道了 所以國外就開始調整 我剛剛講就是開始調整啊 不是收入增加就是支出減少 他們就是開始調整 所以人家不會大聽小怪啊 就是我們把一個 數學問題的數字 變成一個世代的鬥爭 變成一個職業員的鬥爭啊 這個實在很奇怪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漸進 國外也是漸進 他們沒有說突然間說 說 現在 現在是百分之 我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幾 那如果明年就不可以開到百分之六十幾 也不會這樣 他們就是九十幾八十七十六十幾 也就是這樣漸進的改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其他不利的因素也是漸進的 包括你人口的生育率 也不會忽然間說 生兩個輩子的生一點都可能 不會啦 那就是二 一點九一點八一點七一點六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都是這樣子 人口的平均營運也不會忽然間說 有65歲的人 可以活到20年 太是漸進了 十七十八十九的時間慢慢的上去 不會突然間說 有大的背負 除非戰爭 所以 因為他可以漸進 那我們大概可以抑制那個數字 所以就可以精算 所以每一點就可以精算 就是財務平衡 就趕快啟動這個調整 所以叫做動態調整 那社會保證也是靠動態調整 每一個人 你才去領回你繳的錢 好幾倍倍 這個錢包括什麼錢 包括你繳的 包括政府繳的 如果你是在企業上來 還包括企業廳你繳的 你領外要更好幾倍 只是我剛剛講的 有的人比較多倍 你的上一代可能三倍四倍 你可能領到兩倍三倍 都滑得來啊 都滑得來 所以大家也不要單一 但是大家也不要支持這個調整啊 你不調整我們這樣 國家沒有錢啊 另外一個 國家把議員都排擠啊 那我們怎麼可能不支持啊 對不對 請任何政調帳機也是要調啊 但是我們就支持這樣的調整 而且我們要更重要說 導工其實差不多啦 我跟你講 所謂的利率也差不多 匯率也大概 兩個制度加起來 百分之二十也差不多啦 現在剛剛那些改的最多的 就是金公教 但是有一些特殊組織 像軍人 警察 消防人員這些 這些國家必須付出的安全執本 其他國家也這樣啦 都要特殊考量啦 但是特殊考量 不能開地主啊 這是特殊考量 那我們把這個制度給建立起來 讓這個制度可以永續的發展生存 每個人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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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怎樣 除非國家島 這個制度才會倒 國家島了齁 各位不是這個 這個社會保險島 你的一堂村剛才不見了啦 對不對 那你王子可能也不見了啦 所以那比這個更嚴重多了啦 就算我們大家去執政喔 我們也不會讓這個制度倒 錢民健保保險 你看每一年不是說財務都不平衡 對不對 那錢兩年不是不平衡 然後就補充保衛 補充保衛 補充保衛又收太多了 補充保衛的標準又降下來 啊又不夠了 他又要開始 所以錢民健保大家已經適應 他一直在調整 對不對 我們現在錢民健保要調整 大家都覺得喔 我改造就調 啊怎麼會這樣一個 老年的年金制度要調整 大家就覺得很緊張的 原因是為什麼 講藍金一點 金豐教以前給的太多了 啊你給了那個國家 沒有這麼錢去支付嘛 國家賺不了嘛 要不要國家賺不了 國家不賺不了 因為開始要唱歌太香了 要這樣調下來 所以我剛才講金豐教的方向要正確 你就是說 好啦這支手殼就要減少 當期手殼要不要增加 啊不要一直堅持說 我未來就百分之九十幾 百分之八十幾 不然我沒有 我沒有要執你 執你怎麼辦 我父母怎麼辦 我身體怎麼辦 那個都不是老人退休金 要去照顧的範圍啊 不是那個啦 那就給個人的退休合理的基本生活而已啦 所以我們搞的方向每天都一直在吵 什麼不受及計劃 信賴保護學者 全世界的社會保護學者就是動態調整啊 都動態還可以調啊 我就講嘛 過去可以調 現在可以調 未來也可以調 對不對 你講那個誰 講那個空會過 空會過 所以 大家相信這個制度 我們也支持這個制度 也相信它可以改 那全世界有個標準 你說 問我們說 啊老政要怎麼去 或者是說 怎麼面對這個 會議就是兩個制度加起來 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我現在講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會議不要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這個希望有百分之七十 我們就是這樣子 兩個制度加起來齁 那你說 會議不要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這裡已經受限了 那還夠怎麼辦 那國家剝補啊 還怎麼辦 不然我告訴你 全部的錢都 都 現在就不夠錢要 我拿去給你 以後要 以後要 那不可能 那支出 夠用就好 可是你講這個 夠用就好 你跟他軍工教那些 現在那些 在抗議的講 他聽不進去 因為他的議題就是這麼多 你跟他講說這個制度設計的不合理 太多太多 你聽就好 那這怎麼辦 他就只有 就是趕下去 他就說 就是一定 要得到社會的支持 然後這個制度可以存活下去 這個是對我們齁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講 從 從 從 我們 解研以後 最重要的兩項改革 一個就是 前面改型 另外一樣就是 現在講的這個 這個 這個年輕人的改型 前面改型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 年輕改型也幾乎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工程來講 大家都會更特別注意 那我是認為說 我的幹嘛 大家就記住社會保險 全世界都這樣 風險溫安 社會互助 世代企業 不是說我這一代會吃 不會 大家要有這個信心 兩輪結束了 接下來就要討論 不過在開始討論以前 讓大家提提問跟一起交流以前 我先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覺得 你幾歲 可以和修復嗎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那是什麼 哈哈哈哈 哪個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一堂好像說是可以五十到五十九歲 你什麼話 啊 不好說 不好說 答案是 啊 你現在就可以退休了 我現在實在沒有 我先退休 退休了 對 重點是 好 退休跟這個制度要保障的 是兩回事 懂回事嗎 這個制度要保障的是什麼 老年經濟安全 請問老年是幾歲 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 不累 疼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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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被過老 我現在會退休 當然 我前幾歲 存夠了 我就退休了 退休以後 我只要等到幾歲 大概給你聽聽 六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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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家其實 也有另外一個概念 對不對 這個制度不在於保障 所謂的 退休 因為退休 往往跟老年是掛在一起 所以我們以為說 退休 老年退休 但是 有些制度 五十幾歲開始 所謂的退休 退休以後 生活很規律 也很健康 每天爬山 很健康的 活得很老 好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好 另外一個議題是 你覺得你退休以後 要領多少錢 才夠花 不知道嗎 如果你賺 在職的時候是領六萬 你覺得你退休的時候 所謂的 所謂的退休以後 應該每月領六萬嗎 六十萬 六十萬 好 好 開玩笑 好 來 我工作的時候 我拿 可以世界去跑 對 我對 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要到世界去跑 好 來 我覺得那個 就是 嗯 命令金的部分 就是剛剛有說的 就是 生活的 基本國序 就是 華人社會 就是 跟國外社會 不一樣是 對 還有其他的社會 福利制度 你說 長期照 還是什麼 就是 那些不是零錢 就是 其實 社會 就是社會福利的 制度的部分 國家要更 更自力去 就是 把民間的 努力的部分 國家的部分 要更進去 更進去 去 所葬起來的人民 活得更好 才會比較安心 講得很好 例如說長照 對不對 長照跟其他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說 你覺得 你以後 退休以後 每月要領五萬塊 我現在考慮嗎 對不對 所以這是 不動作怎麼會比動作的 還會很辛苦 那當然不要動作 對 這就是核心 對 好 無論如何 剛剛三位 從不同的面向 所提出來的一些看法 其實 都是這個制度改革的 核心要考量的議題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就 來 雙向交流 好 那我們就來提出一些問題 然後 我們就嘗試請 台上的朋友來 做一些檢查 好 來 不好意思啊 我稍微這麼介紹一下 我是依然我們的 將官醫師 好 那我這邊稍微提出一下 我對民進的看法 那 稍微冒 冒斷一下 就是說 抗產的確 沒有錯 破產是一個不正確的名詞 那這 沒有國家實行這樣的制度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破產 因為它可以做調整 但是 畢竟就是說 在收入和支出的部分 收入並不是說 收入支出 並不是說 國家政府隨意 做調整 就可以做調整 收入還是會遇到 勞資政的各方的角力 那在支出的部分 那也會有國家政府 它想要 政策買票的族群 以及說 牽涉到被專家 就是說在 可能這樣 某些族群它會比較吃虧 或是說 世代病 它可能會有某個世代 比較吃虧 因為政策可能要買票某個特定的面移 族群這樣子 齁 那所以 其實就是有發生過說 像 瑞典 然後 整個把它的那個年金之後 給 結清掉 這其實也是 避免擴產的方法 因為我們就是 結清砍掉重練 在它擴產之前 它做這個動作 齁 齁 那所以 如果說那個年金改革 改的幅度不大 或是說它的精神 它的改革精神 剛剛講的 意思是大家把它當商業保險 這樣去改的話 那還是會有危機在那邊齁 齁 就是年金改革有沒有到位的問題 那這邊我稍微提出一下我個人的看法 齁 就是說 沒有錯 齁 那就是我們 應該年金的制度齁 就跟社會保險一樣 就是說我們應該是 隨之隨福 不應該有任何操盤的概念齁 那當然是某些 小黨 他 我這邊就不 我這邊就不指你好了齁 他會認為就是說 哇我們把這個 我們要生產 就是說把那些 把那些年金 那些 那些 那些基金齁 去摸將基金齁 去給專業的操盤手這樣子做 其實這樣是不對 這絕對是不對的語言齁齁 因為我給操盤手去做 真正厲害的操盤手 商業那些操盤手 商業那些操盤手 就是說 我看這個人料 看這個基金要轉的時候 我跟他們一起加入 那等到他準備要賠的時候 那我就請早退出 所以我賺了 然後賠是你們家的事 而且再來 他投資已經是國內的產業 或國內可以說 正在成長中的產業 那這樣的話 那以國家經濟 目前在全球經濟衰退之中 幾乎沒有像產業是可以賺的啦 那所以 這個方向 我覺得 給大家參考一下齁 就最好是隨之隨福 不應該說有任何人 賺一個炒盤 這種觀念在 另外齁 那我這樣會提出一下 剛剛 那個 欸我該怎麼稱 封易 封 封易 對對對 剛剛講到一個所謂稅的概念齁 其實 我覺得台灣齁 在福利政策 我覺得太依靠 我覺得說太依賴保險這個思維了 因為保險齁 基本上 當然是我是一傳統商業 就是那種大家高中數學的理主的人 數學練習其實這樣 這樣子去思考 所謂保險齁 那在很多專家這種時候 他可以生財 可以產生財源 然後去供應 最主要 也有是因為大家 腳那麼多保費 像健保一樣 腳那麼多保費 好 那但是 我在支出部分我可以鎖金流 就是說有特定的目的 我才能夠把錢搬出來用 這等於是 後面帶有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賭你用不到 我你繳的錢 可是我賭你用不到 那這樣我可以把錢 撥給需要的人 那但是這個中間就產生過 就是說那我們在社會的福利政策上 絕對是我們希望 那個 希望說能夠真正需要的人 能夠用得到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很多的 所謂人口結構的變化 那大家都年老 然後越來越不健康 而且大家還要在福利上 要照顧老人 各種各式的需要 那等於是說 學時間演技 每個人都需要 而且需要量越來越大 好 那其實這整個人口的 人口的問題造成說 台灣的福利政策 有呈現了經濟權 那樣的龐氏騙局 當後人無以為繼的時候 整體制度還是會走向危險 崩潰邊緣 那其實我覺得 大家 這個郵本書 推薦大家看一下 就是叫做憤怒韓國 他要講到 就是說韓國的問題 就是 剛剛講的收入 大家有沒有發現 收入基本上講的 還是大家的薪資 因為保險 它的規定實施 就是說 你就是要從薪資 去從 就是從年輕人的薪資去收 那大家的薪資已經不夠了 每個福利的七首次 包含說健保 包含說 那個 我們的那個 勞保 以及說 那個我們未來 其實民進黨的政策 它 還不放棄說 廠照未來可能會走向保險資 對 現在是稅制嘛 那未來還好是不放棄走向保險資 它起手勢都是這樣 我們的本清 然後再乘以肺率 然後再乘以勞股比 可是要注意喔 勞股比 你說雇主 分擔的那一邊 樣貌還是處在養生上 那雇主 他為了降低他自己的負擔 他還是會壓低薪資 所以這次更進步誘導說 把我們年輕人的薪資更 繼續往下壓 繼續低低薪化 至於說 憤怒韓國作者 他有講講到 那薪資 基本上就是社會的 從企業而來的出資的分配 那如果說 福利的制度 還是靠保險這種方式去算的話 那就是本清不足 福利再好 都追不上 所以收入 如果說是這樣子去做的話 那絕對 台灣的那種 年輕人 隨著他人口比例 越來越少 然後說他的那個 購買力 以及說他的那個 薪資所得 越來越差 那這制度 基本上還是會走向完蛋 那變成說 看來到了 就算節慶也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說我認為 大家對於福利制度 我認為應該要傾向於說 用稅制 其實背後隱藏就是稅感 大家知道說我們的所得 我們所其實分成兩種 首先要發展 另外這是企業給我們的薪資所得 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可能有些 有些地主 或者說有些公司的老闆 他擁有企業的利潤 他可能擁有土地 那擁有土地 或是說銀行存款利息等等 這種收入就是 就是所謂的資本利得 好 那我們基本上對於說 企業的資本利得 抽稅的部分 其實做得太少 那都是依靠我們自己 已經夠低的薪資 去做這麼大的福利 那這樣當然大家就變成 變成一種很不公平的 喇喇巨戰 然後又變成說 我什麼事情我都要 都要政府 政府又是要從我這邊抽稅 我這邊是又繳幾歲 台灣就陷入這樣的困住 所以說基本上我覺得 勞保基本上 勞工這麼廣大 那可能目前高薪的老公 覺得說沒有什麼關係 雖然高薪的老公 他是用超長工實際 高工作強度換來的 然後都是他用他命轉來的 他可以依靠他自己的勞勞退 結果這樣 勞保這個比例 對於說低收入戶的 勞工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接下來就要 暫停進去背後 開始慢慢focus稅改這一塊 要怎麼樣稅改 才能夠說把 更多那種 資本家他的利潤 整個放到我們的稅子來 然後改善我們整體的福利政策 就是我這邊的心得 然後 另外一個 異議 然後是稅改 一直在律異議員的過程裡面 有被提及的稅改 欸 稅改聯邦的那個發言人 在樓上 他也會回應一下 洪俊師 那還有 還有提出來的 你敢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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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止疑 但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是想要問孫友榮先生 第一個是說 因為你本身才是有進去 你敢會開會的人 所以應該是由你 希望能夠 等一下跟我們講一下說 目前到底實際上的情況 跟一些 也許你能夠跟我們分享的內容 跟想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無論現在的年輕改成怎麼樣 他是台灣內政整個社福體系 或者是一個相關的大的戰役當中 一個很小的戰爭而已 所以無論他最後的結果如何 首先第一個很明顯的是說 他無論如何改 對於政府隔一個年度 立刻省下了GDP 省下預算 我們是否討論說 他到底會不會怎麼樣挪用 他到底是又被拿去政府 亂丟了呢 拿去做無謂的開發 甚至是土利了呢 還是說 他會被我們監督 拿去移轉著我們 其他社福議題 其他社會議題 該改革方向的基金 這中間的差額 政府他當下只是賺到這個錢 但未來是政府會破產 但是當下要賺到這個錢 我們是否第一位 該監督說他會不會怎麼挪用 第二個是說 他畢竟已經目前大概 99%確定 他不會是一步到位的改革 那這個短暫的中間的 暫存的情況 那會怎麼樣影響 比如說 所以我們先生 他目前在提倡的是 健康完全的運動 那目前最近也很 大家一直在了解的是 包含底層遊民的問題 底層無家者的問題 社福體系安全法的問題 這整個怎麼樣牽一髮動全身 而影響整個台灣內政 社福的發展 在這個更大戰略的一個考量之下 你是不是能夠請所有人 先生分享一下說 在你實際上開會 而且你本身多年的勞工運動 居住議題 社福議題 這麼多的台灣參與至今 你在這方面的看法 謝謝 好 這個 待會最後結尾的時候 我只在回應 來 三 來 好 先來 來 對位 大家好 我是一個學生 然後有點 才出學生 所以我只是提出 我有一點意味 剛剛就是 伊朗宏的那個先生 就是提到了那個 就是稅收支的問題 那我的想法是說 無論是保險資 或是稅收支 它跟我們一個國家 它的一個 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要賦予政府多少的責任 然後我們信任政府多少 跟它是否是稅收支或是保險資 是很有關係的 比如說 如果我們今天 以一個高稅收 然後讓政府也用很多的資源 然後讓它去分配這些 我們政府它所得到的資源 那民眾它是不是能夠信任政府 然後去做那些分配 這個是 就是我想現在的這個社會上面 可能我們沒有對政府這麼多的信任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提到了稅收 然後讓政府擁有這麼多的錢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放心的 把這些錢讓政府所使用 所以可能有一些學者 或者是有一些民眾 他們能夠支持這個保險資 有可能是因為它就是 它是一個賺款 然後我可以確保說 我收到這些錢 就是拿來做這些東西的有趣 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有一些想 好 這樣 來 三文 來 好 三文 你們進來喔 來 來 五了一下 你這樣 你這樣 來 兩分一重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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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再講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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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你就這樣 這些 我要等一年才可以送到租金 我每個月送租金 我等一下永遠是夠我花 這是一個基本概念 這個外來政權在台灣送瓜到現在 它躺在那裡每天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沒有人去送瓜嘛對不對 他的月這個 每個月對不對 吃掉台灣多少錢 沒有人去算 對不對 我剛剛說的 10萬20萬算什麼啊 對不對 年輕世代要思考的 你有資產嗎 台灣這塊島 哪一塊地的所有權分是你啊 當你生在這塊土地 永遠當被剝奪者 對不對 他剩了很多 老人年輕也要剩 這些 他不修啊 吃定你這些年輕世代 我跟你講 真的要保險的方式 應該是 如果是 10年當過一個世代 所有的這些基金 就是這個世代自己來算 什麼叫做上一代的 享受要年輕人來知悟 他的 這個 老年 撫養 也要年輕人來護 這叫做世代 我跟你講 這是騙人的世代 自古以來 人類的世代是 我們這個年齡層 我們負責怎麼樣互相來保障 我們這個年齡層 在自己的土地上 好好的活得有價值 我們要保留多少 這是我們自己來決定 這才是對的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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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公務人 你們有 要 我覺得 因為 電視上都是年展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今天來到這裡 沒有什麼想要講 然後 來到這裡 也有點害怕 然後會不會變成 縱使之地 這樣子 對 然後基本上 雖然我這個公務 也是我支持年金改革的 因為 我也不想走以後 就是 我繳的錢 連我基本 繳的錢都拿不回來 然後 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 這樣子 然後對於就是現在 在立法院外院 沒有什麼辦法重視 其實我是沒有很關心他們的 然後 其實他們讓我覺得蠻噁心的 就是很貪反的一群人這樣子 對 然後基本上我會覺得 公務人員的福利 雖然比一般勞工還要好 然後 然後常常會有一些民眾 就會說 這是要看公務人員的福利 要跟老公一樣 可是我一直都覺得 嗯 老公的福利 應該是到前身的 並不是說 要把公務人員 拉下去 整個人 下下層的這樣子 這基本上 脂肪這邊 真的是要 然後 受到什麼 當然會辦更捷討 這樣子 對 不管全世界 全世界大概 公務人員跟老公的 不管福利 或者都有一個落差 因為譬如說 老公沒有堵持罪 老公沒有堵持罪 老公沒有獨立罪 老公沒有獨立罪 公沒有獨立罪 那因為潛力義務 國家的 跟國家潛力義務 都有一些法規上的不一樣 所以的確 好像 我是 把來嚇人 所以 其他國家 公務人員的福利 跟老公的福利 可能在制度上 都有一些差異 好 沒關係 我覺得剛剛大家的提問 我們先請 在場的 與談的夥伴先來做一些 回應 那你的問題 我就最後 我再來做說明 那 我們就先請 白憲 不行 謝謝 那個 剛剛提到那個結晶 結晶要一筆很大的錢 所以 其實如果國家有錢 今天都不是問題 對不對 我現在給你很多錢 但是 台灣的資源太少 我們沒有石油 沒有天然氣 沒有黃金 沒有鑽石 什麼都沒有 我們台灣是一個 主要還是要依賴外貌 來維持我們的經濟成長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要進口一些零件 原料 半成品 然後透過一些加工 然後再轉換出去 然後賺錢那些差價 因為我們自有資源少 所以必須對外貌的依賴程度高 這表示說 台灣沒有什麼太大的資源說 是不是可以現在解禁了 我覺得這個 一日上可以 那實務上也會放得這樣 這個可能要再算一下 所以 那到底是稅收還是保險 那就是因為國家資源的一個利用 就是說 你當然稅收的話 那你個人出去會比較少 那稅收他通常會比較 那個 個人要講的稅通常會比較高 那台灣你大概要走到那一條路 大概就很難 因為我們稅收本來就 比國家收的稅來講 在其他國家 我們算是很低的 算是比較低的 那當然洗濯手的是 另外一個是 我們講的是比較高 沒有錯 但是整理國家的稅收本來就不高 那你要找到 變成一個國家稅收比較高的 比較多的資源 來做說 比如說 比如說老年年金 錢人健康保險 等等這些社會武力的話 那這個 這一步要跨到那個 困難度是蠻高的 困難度蠻高的 所以為什麼會產生社會保險 你看其他會像德國 美國 美國會不要講 本來是資本主義 像德國他們為什麼會走到社會保險 這個方向去 也是因為 他們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資源的利用 他們認為是比較一個妥適的方式 至於他們也會有爭議 每次調整 也不是這樣平民進進 就說 這動態的時候要調就調 就像你講的 你匯率要怎麼調 你次數要怎麼減 他們每次65歲 退休分66、67 因為你每年減一年 收入就多一年 其實就少一年了 所以延後退休年也是最有效 但是他們每次在調這個的時候 也是會有爭議 這個爭議就是說 你有些漸進的方法 比如說分10年 我們說18八要分幾年 就完全變你 這個就會很爭執 但是這個爭執 一段時間以後 制度一實施 大概就平靜了 比較 大家比較理性的國家 但是你是這樣 因為每一次你改 當然 你說進攻教 改到他們這些 他們當然會不高興 但過一段時間 就會比較平均下去 但是年輕的公務員 我剛才有提到 真的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頂頂到 不會啦 除非這個國家倒 國家倒 我剛才講 不是你一倒 你的財產倒了 你放在銀行那個也拿不回來 我們一定有存款在銀行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制度可以運作 我一直提到 社會科學有一個很重要 是實證的科學 實證 就是說人家運作一百多年來 先進的國家 全世界國家做社會保險 也沒有人倒過 倒是有一個就是 強制除氣的制度 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老內心 是這種 百分之六可以放到 你的帳目 四十年後 那個物價通膨 到什麼因素 本來齁 本來社會保險 這個基金不是 不是 不是一個月兩折月這個 他們以前是完全準備的 完全準備 就是放了幾十年的準備金 在這邊 哇你退休了 我就可以拿回去 退休就可以拿回去 後來他們發現 有一陣子 比如說 大戰 或者國家 歷經一個很大的風波的時候 這個通膨膨脹看多嚴重 我們台灣最嚴重的是 四萬塊 就來運換一塊 新來運 對不對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吃一碗羊肉 變才一塊錢 現在幾塊錢 是不是 你這樣 這種通膨 讓這個人民 你把你這個錢 大家想要看 你這個錢 每個月這樣純六花六花四十年後 他剩下的壁值 實質的壁值是多少 所以先進的國家 不再做這種搶進出去的 像腦退新制這種制度 就是最大的困境在這裡 所以他們慢慢的 後來 他們這個基金也不是 變成誰說誰聞 不是一下子這樣變 他也是慢慢把基金 移到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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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背後說 像德國 他這樣一個月左右 那這個支付也可以運作 後來他們就這樣運作了 但是如果在調整的時候 會不會 引起一些風波 應該也是會的 每個人動到你都不高興 但是我剛剛講的 最基本原則是什麼 他們現在的原則大概都確定了 就是匯率不超過百萬二十 國家強制性的制度 台灣這兩種 這加起來不超過匯率 不超過百萬二十 支出 就是我們能拿到手的提掉力 你的薪水一百塊 你大概可以拿回來 四十個連制 你的工作四十年 大概 大概現在到百分之七十 他們一直降 降到現在百分之五十幾 那我剛剛講的 他有的人 靠這百分之五十幾 沒辦法生活 不是他個人 他的家庭 他的身體 還是說其他情況 那就是社會救助 去承證的部分 社會救助 比如說他還好幾個小孩子 還是說他家裡有身心障礙的 他需要他來幫忙 還是怎樣 那他當然百分之七十幾是不夠的 那這個社會救助那一塊就進來了 所以人家是比較完備 比較完備 那台灣現在 現在正在調 就是過渡起來 我們的觀念都在過渡起來 趕快把這個過渡下去 其實我發覺年輕人 都應該要支持這個制度是對的 因為你現在動盪越久 動盪越久 你那個調整的時間越短 那我們年輕人被調整的 那個機會就越大 我剛剛講 雖然說你相對還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太不公平 對不對 他頂了那麼多 我有點少一點 但是也不能太公平 差距太大 那個動盪的時間越久 因為現在比如說假設 保保還要十幾年會擴展 那你說該拖到最後五年 那你這個財務要平衡 不是收入要增加越多 支出要節省越多 那個調整的幅度又越大 那你提早啟動 那個調整的幅度就會 漸進溫和這樣子比較平順 所以我們在支持要趕快做 趕快做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剛才說 其實呢 我從來不會去說 哪個職業別啊 他領太多啊 什麼樣子 我從來不覺得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是職業別的保險 所以呢 我的觀念都是一直認為說 那個職業別的人的 推休的給付 到底可以領到多少呢 那就是由那個職業別的那個群體呢 他們的繳費能力來決定嘛 那保保 那為什麼可以每一年年所得到1.55 那他自己可以退休的 那同樣的 我們應該 目前的 軍公教的這個部分 他也是在 譬如說 以那個公教退休來說 那我們知道 1995年以前 都是N幾制 1995年以前的公務人員呢 都不用 繳半毛錢 退休就可以拿得到 那1995年以後的人呢 他就要開始 現在 現在是12%的費力 然後呢 一個退休新制的一個基金 一個基金在這個運作 所以呢 那 那個 你知道那個退休就職 他們沒有繳任何的錢 就可以領到的 那 他們當時是 前15年 每一年可以拿到 本貿的5% 所得替代率 非常 是 好 那 可是現在呢 這一個 那因為他呢 是N幾制的嘛 對 完全什麼政府 可是 當時政府開了那條條件 他不知道說 這個動到後來 現在 現在他 他 考試院退不說 還要6月1才填得掉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人 還只有95年以前的年資 那 18%是因為 18%是因為 這一個 公保一次退 因為現在公保沒有年金啊 公保現在年金只有私孝有年金啊 因為他們沒有退股嘛 所以就用那個來 那 他們就一次退 在1995年以前的年資的一次退 拿去存18% 是這樣 所以呢 呃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這樣來看 像這兩成 18% 或是 18%他們退一步還要再兩兆才能多 還要再填兩兆才能多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N幾支 都是他們那個 那如果你嚴格來說的話 那個退伍的話 就是比較自自的就是退伍心智 現在 又九年以後的 那其實退伍心智這個 目前的12的費率 事實上呢 呃 還是根本撐不住 現在的 每 本共乘以二的年所的替代力百分之二 這個費率 還是撐不下去 齁 所以我的前提說 呃 公務人員可以頂多 沒關係啊 這沒有關係 他要 他要一個月頂十萬 沒關係啊 那是現在的年輕人 現代的公務人員去繳 你不要管我們 就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納稅的 全部填進去 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要先做到這樣子啊 勞工可以頂多少 譬如 勞工你退休可以頂多少 那就是這個體系 哇 他自己自主 那台灣一定要先做到這個 但是我要 說了一個前提 我要說的一個要提起就是說 事實上 軍公教的體系 事實上並不會受到少資金化的影響 因為他的 他的群體是一個 只有四十萬的費花錢 是非常的小 他們 國家要決定 要 今年度要聘多少軍公教人員 是完全國家在主管 今天 我可以 今天啊 我可以 狀況可以說 我今天要聘一萬個 新的公路人員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他馬上就聘了 他 他其實 不是像勞保 勞保的投保人口 跟整個外在的那個人口結構 是幾乎是一致的相對應 那 因為叫他這個公司 所以呢 他 事實上呢 他的財務已經不是 不是這一個 因為手資金化 什麼造型 他是內部的結構 跟本來的財務 最多出了大問題 的這個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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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 然後講一下那個 所以剛剛提到那個稅 還是保險的部分 那我覺得稅也許就是 他也許 就是擺脫了目前的這個幾乎制度之中的這個職種的問題 但是稅所牽涉到的就是土地的改革 以及就是一些非一般限制的經濟活動物 如果說超股票 這都現在不可 那 那我覺得保險的問題就是 就是剛剛提到說 這個職種他願不願意 就是承擔說 他是他的這個職種的前輩人 他們現在贏的這個金錢 所以他願意去支付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在一個 呃 寄留定者不願意放手的狀態 的話 現在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一定認為 問題在於就是 能不能 就是這個時代的不正義會被解決 我覺得應該是在於在分配 而不是在於就是 那一個是睡了還是寶劍 我覺得是睡了還是保險性法 是一個 就是相對上來講我覺得是其次的 可是在分配可是就是重點這樣 就是事實在是不是能夠協調出一個 在分配的方式 或者說在不同的職種之中 如果說看你要那一種也可以 或說你要去 拔在一起也可以 那你們就不願意協調出一個 那樣的方式這樣子 那 另外我想要談到就是說 就是我覺得 嗯 我覺得並沒有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這個動態的這個算式裡面 就是 嗯 在這次的國事會議之前 整個制度的設計者 或者推動者 他其實是有一群什麼樣的 就改革者 或者說這個制度的創造的人 是誰 是一群就是公職人員啊 然後就是在我簡單 薄弱的簡單 就是這是一群公職人員啊 然後這群公職人員 他們也許是做到 當然他得要能夠草擬 或者說 等於要能夠推動這個東西 那他必然是在一個 就是他的公職生涯的尾端 對 比較高階的 你不能一開始就是 很少人從一開始就是 從高層做起嘛 對 那就是 所以他們就是會不斷著著眼 就是他未來的生活 因為他就快要退休了嘛 他可能在五年 或在十年他就要退休啦 所以他就會不斷著著眼 就是這個未來 這就是他就很想要強迫 就是他就除去的 這個症候群就會發作 他就想要全保他未來的這個老年 就退休或老年的 就是生活的水平 他希望就是獲得很早的 問題是這個 顯然跟在職人 或者說現在薪狀員的 這個勞動人口 不管他是追蹤照也好 或者說他是一般勞動也好 顯然是有所從事的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 在分之中一個就是 很難被解決的問題這樣子 對 然後 對我覺得就是依賴現金 對 我們剛剛提到這時候 依賴現金 但我覺得依賴現金就是 這個另外一個 就是比如說剛剛理事長有提到說 就是我有一個人 比如說有一個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被保險人 他今天比如說因為生病 或其他遠目 希望他還有更多的支出 那導致說他需要社會住的時間 而且事實上是我覺得 在整個台灣的保險制度裡面 你不健康保險也好 或者是年金也好 其實一直是社會保險跟商業保險 一直是就是 是一個大家實際上 大家在自己的理財文化裡面 都是算不為止的 就是我們的政府 他現在說大家這種長照 但是還是非常多人買長照商業險啊 就是這個東西在商業的保險裡面 還是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不信任這個國家的 社會出租跟系統 那我覺得在你非常不信任 因為社會出租性能的狀態裡面 其實你就很難 就是在這個面前裡面 你願意付出更多 那你就會更想要就是自己獨立出來 你就會更依賴自己的商業保險 因為那就是你自己的個人的財務 尤其是當你是收入更高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相對財務更自主的人 你就會越來越依賴這個東西 而且是當這樣的一群人渴望叛逃 然後如果都會離開這個系統 這個共同體的話 那這個共同體就會更依賴下去 那我覺得這是 這是裡面的重重的困難 就是很難被解決的問題 好 謝謝三位 跟剛剛大家的討論 其實剛剛的討論 大家都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制度 從被提出來到現在 都是一片混亂 而且是吵吵到鬧 你就知道說這個制度 其實它就很複雜 複雜可能是因為 某個歷史麥多之下 它的一些問題 繼續被解決 例如說 當如果你對政治學有一點了解的話 當國民黨管控大陸不孝以後 大家開始用是從主義 然後大幅的去拉攏軍公教 這樣的一個 那個時代 某一個年代軍公教的薪水的確很低 但是某一個年代 是10%滿著20個挑心 那也是事實存在 那的確 剛剛講到說 決定制度的人 他可能當下 他大比一輝 在沒有法律異區之下 就形成一種給付行政 而這個給付行政 付久了以後就變成什麼 四個字 叫信賴保護 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信賴保護 可不可以破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老師 找我一個老師 很有趣 他有一天 他那天 一覺醒來 他發現自己不用獎金保費 你需要獎金保費嗎 要 要 對不對 但為什麼他突然間一覺醒來 他發現自己不用獎金保費 因為按照光保條例 你年資30年 你就不用付保費 不是你用付 國家便利的衣裳還你付 你覺得 一個大學教授不用付這保費 是合理的嗎 可能在制度決定的那個剎那 它是一種對你這個制度 進步這個度度的一個保障 但是現在這個信賴 還需不需要被保護 當下這個信賴 還需不需要被保護 當然不需要啊 對不對 就先講第一個 他信賴需不需要被保護 值不值得被保護 政府有沒有能力保護 因為稅收是 就減少就是事實的嘛 這個老師很有趣 他就突然間打電話給我說 有人說你一定要幫我開計程度 因為我那時候是你建築健保的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 他說 一個事業勞工要繳 相當的一個薪水五萬多人要繳的保費 要是我一個大學教授 一覺醒來 那個服務工職三十年 多保零職三十年 我竟然不用繳健保費的 都違憲 不符合健保的量領課稅的 課費的這樣有個精神 開了計程會以後 請問這個制度有沒有改 改了 立法院也通過了 所以顯然心態保護 牽扯到什麼 這個心態不需要被保護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很多的議題 他在討論的時候 都牽扯到很多的軸線 那今天其實給大家 尤其這樣的對話是好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更清楚這些議題 瓜瓜說 世代在這一組議題裡面的 該怎麼樣去前衡 這個 一個世代 我想說 一個制度 如果你要解決它 其實 理論上 我在教社會保險的人 我都覺得不太困難了 提高保費 被牽扯幾步 然後最終點鈴掉在同一個世代 而且那個 特別 特別在那個世代 太過 太過被 被應用 這些手段 這些手段 過度被應用在同一個世代裡面 當然就是剛剛主席所提到的 我們 我們 當我們發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等著它到 那個臨界點的時候 才開始改革 還是我們現在就開始調整 那我真的 認為 最後去回答一個問題 包括說 我答應 該任民進改革委員 或諮詢委員的 這個委員 我自始至終認為 台灣的整體的 是廠商改變的 廠商改變的 包括 不只是現在蔡小平 2003年 馬英九也提出 台灣年金改革的三個症狀 是必須要解決的 第一個是財務不足 剛剛已經提到很多 第二是行業不平 第三個你看 世代不均 馬英九也看到同樣的問題 只是那個時候 他礙於可能 八百壯士有八千壯士 所以他不敢改 他改不了 那這個議題 掉到蔡小平 蔡小平還是要改 搞不好四年後 掉到孫悠年頭上 開好笑 我拐過來了 絕對不可能 想說改爺 我外國人 好 掉到下一個總統 不知道是誰 你現在沒有改 現在他還是很痛苦 他還是得改 所以我 在擔任委員 我覺得 這個制度是要改的 怎麼改 代言者 制度邏輯要以致行 制度邏輯要以致行 包括怎麼樣 包括你整個給付的內涵 你整個寶貝的設計 很多的制度是在一個 怎麼講 不公平的政治比較之下 行業不平的政治比較之下 而所做的選擇 我舉個例子好了 勞工都有十八% 你說好不好 勞工都有十八% 你說好不好 你說好不好 對啊 可能就服務協 有沒有人提過 有沒有人提過 有 誰提了 連戰 連戰在2004年選舉的時候提出 既然工業有十八% 勞工也有十八% 你說好不好 合物食肉鳴 就是一個合物食肉鳴 合物食肉鳴 合物食肉鳴 其實我那時候 我想一下這個例子跟外落 我從台中開車上來 然後上來開機車會反對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 為什麼是四十四萬 因為你在說 平均每個勞工都有四十四萬 在準時發牌 我說去舔宅 我就是想要給他公益 給他公益 給他公益 四十四萬怎麼出來的 後來他重新翻了 勞工局的統計數字 因為二千零三億 平均每件勞工 那時候就一次幾 一次幾 當上賠償一次幾付 是八十八萬 除以除以二 四十四萬 平均可以存十八% 你說好不好 當然不好 為什麼 因為 你八十八萬的人 有四十四萬 政府給你 給存十八% 政府只補貼那一點點 對不對 你領一百八十萬的除以二 九十九十萬給存十八% 政府補貼你更多 錦上添花的更多 這就是十八%的本質 歷史已經出現 台灣的歷史已經出現一次 一次 那是悲劇 第二次都出現了 很大的鬧劇 所以 當我們在討論 制度改革的時候 包括說 勞保自始至終 在這一次改革裡面 我都認為是模範生 為什麼 勞保從六十歲開始 挪到六十五歲 請問其他制度有沒有 勞保從 8% 當值得8% 慢慢調整到12% 請問其他制度有沒有 勞保從 制度設計比較不好的 最後三年 後來變成最高的六十個月 請問其他制度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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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 是沒有 那 勞保這個模範生 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當初決定1.55 是一個政治決定的過程 從 我跟凡先生 我跟主席 大概 參與年輕改革 已經不下三次到四次了 在我們的 在公平的過程裡面 每一次都討論這些 包括說當初 然後對性質還沒有改變 那還是牢記牢救治的時候 那 要怎麼改 到後來 2009年的勞保年金 勞保年金 勞保年金1.55 它是怎麼決定出來的 從原本規劃的0.8 變成1.1 國民英 年金通過以後的1.3 然後 因為講說 我們有工作的人 不得 不能以沒有工作的人 來得低 所以變成 有人提出2% 要起公共教2% 後來 政治決定1.55 但是1.55 跟當初的財務 的風算 基本上 並沒有很公平 所以 才會產生今天的軍務問題 那 回過頭來 我還是認為 至少 勞保年金 他在整個制度的改革裡面 還是要有更公平的設計 公平的設計包括什麼 包括 支出的下降 也是一種做法 支出的下降 可能不是金額的利期下降 而是說 你透過一個計算的更合理的方式 讓他的支出下降 這是一種做法 保費 其實我主張 現在的 現在的保費 應該要調高的速度 要快一點 這樣子 現在有在付錢的人 可以怎麼樣 可以多付一點嗎 好 多付一點吧 才不會出現 你講的那個龐氏令曲 對不對 好像我現在慢慢付 慢慢慢慢調整 這樣可以怎麼樣 這樣你們是一次調整 所以其實這樣的問題 都應該在年金改革的意識裡面 去好好會討論 最後 最後 我回應一下稅改 其實稅改 年金改革的稅改其實兩回事 Michaeli在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他講的一句話 講說 如果你買賣地保 你賺了一億 你八千萬要拿來兼稅 就不支持 我當然有支持 我百分之百支持 你為什麼要 你賣萬坦 一坦幾千萬 兩千萬是一個勞工 兩倍之三輩子都賺不到 但是 怎麼做的問題 你稅改 稅改了以後 你得到的收入 真的是要來填補現金嗎 真的全部拿來做現金給付嗎 這是我們可以來討論的 第二個 其實有很多國家 其實像醉醉 我最近在讀醉點的資料 他為了他繳稅 每一個 每一分鎖的都繳稅的 那樣的也更加的透震 他開始推第三方支付 譬如說 你都貪化金買東西 也不能付現金 因為付現金也很可憐 你收了一百塊 你就 50塊收起來 50塊來講稅 其實我用第三支付 其實人家的社會 有他們一定的背景 那 但是我覺得 稅改還是要兩 年紀也是要改 這兩個 兩個不一樣的軸線 那 我希望今天 其實從不同的 不同的觀點 給大家一些參考 也希望 接下來 年紀改革的政治議程裡面 大家都要參與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少部分的人 握有太大的 詮釋權跟 意見表達的權利 我覺得是可怕的 那當然 接下來可能 挺容易 挺容易 就要進入整個改革的議程裡面 希望我們一個人都能夠去 關心 譬如要達意見 然後去 讓這個制度 能夠更可能可求地走下去 當然 在 我教社會保險的人的角度去看 我滿頭痹 反正正正正在所說的 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交到 倒閉 破產 社會保險 可能是我沒有讀到 可能是我沒有讀到 但是 我真的沒有 沒有 沒有交到那部分 那 自己說收入怎麼樣來 怎麼樣做 我最後用健保的那個例子 假设 假设 健保的宝费有一部分 不然他的受益有一部分 可以透过抽烟而来 那 我们就以这个作为结尾 有没有喊过口号 有没有走过街头 有没有 没有的话跟我喊一次 来 举手一下 有没有喊过口号 手一下 来 吃骨 叫天保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在马祖社赌场 在清门社赌场 在台北社赌场 是台湾经济未来的命贩 我今天就叫台湾 好可怜 今天还是 但是我觉得 三位都在想都不一样的经常 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些 不一样的想像 年轻是绝对要改的 次数是绝对要改的 我其实年轻一代的 军公教的声音是没有被听到的 是没有被听到的 我真的认为 我真的认为 一个国家 所谓退休以后跟你 比你退休还来得高 比你工作人员高 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为什么每人缴税 那当然 我们可以要 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也希望大家 能够一起来参与民进的感觉 监督民进的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